客家年度盛世一名季自诩客家妹的蔡总统 当然不能缺席 五分钟演讲全程客语演出 总统有多重视客家人 从这就能略知一二 这也是一名季首度有女性主机关 但抗议民众也温风而来 只是不止抗议民众希望总统主持公道 据了解政院也判能由总统召集府院党 再批沟通平台 因为尽管每周二有行政立法便当会 周三领权也会入府 不定时总统也会找立委等人开会 但府院党三方很难同台政策定调上 就怕不是总统想要的 推出后只能一再发夹弯 总统考虑恢复党政平台吗 有考虑恢复吗 有没有可能恢复府院党协调平台 总统府说再考虑 毕竟现在已经有一堆平台 再有新的而且决策模式 若还是要官员们再想想的话 只怕跌床下屋 TVBS新闻李国正邱 柔林一姐 SNG小组台北报道 是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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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鑾